权力的游戏里,八爪蜘蛛曾经对小恶魔说,你一看就是有钱人,你走在路上,就像这路是你家的一样。 的确,一个人的身家背景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TA行为,主事的方式和带人建屋的姿态,而判断家事的标准如今早已经脱离了炫耀性消费的范畴,现而意见的富并不神秘。 真正有意思的是那些不显山不露水的隐形富豪,他们虽然人前低调,但很可能住宿和愿豪宅出入呆成商务机,他们平日和你一起上班下班,但很可能分分钟飞到不知名的南美小国只为一场见习,低调的富豪很难分辨,但你总能从细之末节发现端倪,以下是一套隐形富豪基本辨别法,包年认就一双十人会言, 生活场景兴趣爱好婚恋关系社交状态消费习惯。